长玉春一开始不过是个普通小将 在元顺帝执政15年时候 长玉春投奔朱元璋 并且提出要当先锋 朱元璋一开始并不知道长玉春的本事 所以没有答应 等到后来作战时候 朱元璋军队被人阻击 无法上岸 长玉春手持长矛 一马当心冲到沙滩上 连杀数人 给明军开路 从此以后 朱元璋重新认识了长玉春 并且亲自把先锋印交给他 长玉春曾经说过 给我十万军队 我可以横行天下 所以军中人又称呼长玉春为长十万 只是天度英才 长玉春在四十岁的时候 突然抱病身亡 这样朱元璋非常痛心 事后 朱元璋亲自给他举办丧事 并且封他的儿子长茂为正国公 长玉春一年早逝 非常可惜 不过长玉春后人 也是命运多揣 最终流落各地 下落不明 长玉春一共有三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的三个儿子分别为长茂 长生和长僧 其中 长玉春的三个女儿命运平平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大女儿嫁给了太子朱镖 生下两个儿子 却都没有机会继承皇位 一个早死 一个后来因为犯事 被贬为庶人 而长玉春的三个儿子 却是非常有故事 这辈子他们留下很多谜团 让研究长玉春的学者 琢磨不透 长玉春的二儿子长生 承袭长玉春封号 成为开国公 后来又加封为太子太保 官运横通 但是在1399年 朱棣起兵造反时候 长生带兵抵抗朱棣 所以最终被杀掉 而长生的妻子胡适 跟长生儿子长祭祖 在1403年被冲军 一直到云南离安卫 河西四街这个地方 所以从此以后 长祭祖这一只 就在云南这里扎根落户 繁衍发展 后来到明朝红治年间 也就是长祭祖这一只 被流放接近90年的时候 长生被平反 所以子孙后代 也就开始发达了 朝廷征召长生的后人长荣 当怀远将军 去镇守云南离安卫 另一个后代长妇 则奉召当锦衣卫指挥使 可以说是非常显贵发达 而因为静难之遗的缘故 长茂也受到牵连 据传言也是死了 不过 这不过是明间传说 据一份长世族谱记载 长茂根本就没死 当年他成功逃掉 到偏远之地隐居起来 繁衍生息 到现在后代人数众多 而长玉春的第三个儿子长森 下场如何也不为人知 正是更是没有记载 不过 据说今天 米子县的长世家族 就是长僧后裔 原来长世 从明永乐年间 搬到米子这个地方 前后传承了二十八世 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繁衍了六百余年 稳稳扎根于此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一只长世家族 就是长僧后裔呢 因为野史称 当初长僧逃到米子这里之后 就改名为长僧 并且在附近的永和寺 做了一名道士 毕竟长僧是逃难出来 对于朝廷非常警惕 所以一直以来隐姓埋名 不问世事 所谓公告盖主 这些开国名将后代 很少有安稳度过一生的 而越是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能臣 后来子孙后代下场越是凄惨 比如说当年管仲帮助齐国称法 功勋卓著 可是后代下场却非常不容易 相反 报书牙后代却一直富于安定 长玉春后代也是如此 虽然当年长玉春纵横天下无敌手 但是他的后代 却沦落到隐姓埋名生活局面 这就是因为当年自己树大招风 除了为家族赢了荣誉 还种下了很多仇怨 所以等到自己死了 没人主事 后代人就会被别的家族欺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